恭請總統的序面 我們國安會顧秘書長 國防部邱部長 我們陸軍中司令 第一作戰區郭指揮官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好 下個禮拜就是我們的農曆春節 今天我來澎湖就是要代表全體國人 來感謝各位國軍弟兄姊妹 堅守安慰 讓國人可以安心過年 在我來陸軍澎湖部機械化步兵營之前 也到海軍馬公後勤資源指揮部 以及空軍第七雷達中隊 瞭解我們弟兄姊妹的勤務狀況 從剛剛我們機部營的戰力展示 也看到各位平時訓練的成果 這些年來政府持續推動我們國防改革 就是要打造更精實更現代化的國軍 除了加強訓練內容 改善營區設備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此我們推動新安專案來加速整間各地的老舊營社 目前已經執行102案 包括我稍早四早的第七雷達中隊 參觀的新安大樓也是在去年完工的其中之一 還有我們今天跟大家一起見證了 我們武德營區的完工啟用 相信這些嶄新的辦公和生活的空間 可以提供弟兄姊妹更先進更舒適的環境 接下來我們在各營區還有更多的新安專案工程 我們會陸續的完工 我要告訴大家 今年度的國防預算達到歷史性高的六千零七億 這不僅代表政府對國軍的重視 也是對國軍照顧的承諾 未來政府也會持續的擴大對國軍的支持 我們澎湖的部隊 位處重要的戰略位置 各位都是身負重任 我要再次感謝大家 對國家安全的努力和付出 國年期間 我們值得弟兄姊妹辛苦了 記得打電話問候家人 放假的弟兄姊妹也請多多陪伴家人 最後祝福各位新春愉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